和迪丽热巴同公司,受老板杨幂热讽,她为何总是聚红人不红? 明星开工作室现在已经是很普遍,其中就包括杨幂。 杨幂工作室在看人上还是很准的,签约的迪丽热巴和张彬彬都很出彩,成了娱乐圈的新宠。当然在改新人上杨幂还是不错的。 其中由杨幂主演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,就有迪丽热巴和张彬彬的精彩演出。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巨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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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到带新人 杨幂工作室其实还有一位,那就是李希蕊,她也是杨幂工作室的新人。 在电视剧翻译关中 她饰演杨幂的好姐妹,好爽性格受到观众的喜欢,而她参演的《威时代》还让她拿到网络剧最具《钱力新人奖》这份荣誉,说实力还是有的。 翻译关剧照 翻译关剧照 如此之外,《漂亮的李慧珍》中,她也是《严女二号》,有很多戏粉 《漂亮的李慧珍》,《漂亮的李慧珍》,《漂亮的李慧珍》剧照》,《在活色生香》中饰演李亦峰的妹妹与黄明搭档。 《活色生香》剧照 《活色生香》 《活色生香》剧照 《活色生香》 但在好资源和老板的力碰下,李希瑞还是没有太活起来,很多观众对她都没有太大的印象。 而李希瑞刚开始是做歌手的,后来转行做的演员 李希瑞写真 在我看来,她之所以还不是很火,只是时间问题 之前看剧的时候就觉得她还不错,只不过本身个性的原因。让观众记不住吧! 而在18年,李希瑞有多部剧逐渐开始上映,例如已经开始播她和熊子齐合作的《帝国民老公》 以及李希瑞和江潮合作的《我站在桥上看风景》等,都是睡歌美女偶像剧,可以说是18年的《平霸了》。 喜欢她的人可以期待一下。 认识的《老公翼照》! 国宁老公聚照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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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剧照 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剧照